來來我們大家去看媽媽的房間 321 哇 耶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來我們家 來請進請進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就是 這邊呢是買給媽媽的新家嘛 那之前來的時候 各位看到的時候是都沒有 地板然後也沒有裝潢 那我們之前在第二集的時候把這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拆掉 那拆掉之後呢 請阿斌呢 幫我找設計師呢稍微弄了一下 那我其實沒有 花太多錢在這一部分上面因為我想說 第一個坪數也不是很大再來就是 我們只是要一個舒服的家我不希望把它弄得太奢華這樣子所以 裝修的部分呢我就是用比較 輕裝潢 沒有用那種很高的 建材啊或很高等級來做這些櫃子啊 所以呢我想說帶大家快速的看一下那目前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樣好不好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先從這個 客廳來 第一個 這個 地板 給大家看 這個地板呢是木質地板 你們覺得是木質地板 其實這個不是木質地板這個是塑料的地板 它是仿木頭的 那這個仿木頭的 塑料地板有個好處 就是 過去我們辦公室用的是木質地板 雖然看起來它質感會比較真實一點 但是木質地板一個缺點就是 它其實是用久了還是會有磨損 像咖啡啊或者有顏色的這些 東西滴到地上的時候你如果沒有趕快把它擦拭起來 你可能很難把它擦拭起來 因為它木頭本身會吸水 它就會把這個色素全部都咬進去 你幾乎你就沒有辦法清潔 那塑膠的地板呢比較有機會可以挽救啦 再來就是它比較耐刮 這是我所知道 再來就是 價格比較便宜 再來就是 壁面 各位看到這邊 這個現在 本來是要粉刷了 後來我現在全部改成用貼壁布 用壁布跟用 漆油漆是完全不一樣的 漆油漆雖然有油漆的 這個壁面的感覺非常整齊 但是 漆油漆你沒有辦法有圖案或花紋 它會比較單調 再來就是 油漆你只要一張啊你要重新粉刷 不然你沒有辦法去補救它 那壁布有個好處它比較不會沾 灰塵在上面 然後而且跟壁紙呢 又不一樣 壁紙呢 你可能潮濕或者是舊了之後 它會破損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你很難補救 那壁布呢 非常方便 將來如果要換的話 直接撕下來就可以 這個地方就是 要放的鞋櫃 然後我們稍微有做一點跳色這樣子 然後這裡面現在目前都還沒有整理 這裡面可以放鞋櫃啊 那邊這邊是 總開關 那這邊還刻意做了一個這個 可以掛衣服的 就是如果有時候一些 譬如你剛從外面回來 有些衣服可能 不太適合放到房間裡面 你可以先掛在這個地方先亮一下這樣子 我們一般的家具啊 你看到這個 一般很多人就是 裝潢之後會貼木皮 對不對 那我貼的是屬於比較薄的木板 它這個其實不是那種 薄的那種 科技皮 像我們的辦公桌 不是列了一角嗎 那個就是一般很便宜的那種 貼皮 你膠帶不想一撕整個整片的事 它其實就像紙一樣 像壁紙一樣 可是這個是真的木板 我拿給你們看 你們不要走 這麼厚 這是木頭對不對 之後再貼上這一塊 每一面都這麼厚喔 這個應該有兩迷你吧 它就不會有像那個什麼 那種 一般我們貼皮那種 久了之後 可能邊邊會翹起來 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邊做了三個 這邊三個 那最主要就是 裡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 我們要放一些電器的啦 因為這邊空間 很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收納 所以這邊就 到時候可以放一些咖啡機 然後這邊可以收納一些櫃子 所以像這麼小的空間啊 櫃子超重要 這邊以後會有電視 現在還沒有電視 還沒去買 然後 我不知道要用投影機 要用電視 我現在應該是用電視吧 這面牆後來是漆 油漆 又重漆過 但是我今天跟阿斌討論過後 我可能會再用這個木板 做上去 就整片牆 它的質感就 就不一樣 到時候會再做 所以 新家的 目前的狀況呢 其實 進展的有點慢 真的不好意思 廁所 給大家看一下廁所 那廁所現在很乾淨 因為有找人來打掃 那這些全部通通都要拆掉 但是因為時間來不及 本來是 我們5月1號以前 要全部完工 發現根本沒辦法那麼快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要等5月才能動工 那這一間呢 是 小房間 這一間呢 現在目前呢 床也還沒有進來 這地方現在網路都收不到 因為這邊還沒有拉網路 所以 一些智能居家的部分呢 還沒有辦法完全 那 各位看到上面的燈 這全部都換掉 重新挖過 給大家看這是廚房 廚房現在都清理乾淨了 但是因為這個都舊了 我在想說 到底這要全部換掉 但換掉又是個大工程 抽油煙機 整台換掉 對因為那個也很難清洗 那以前人家用過 就整個全部都換掉 那裡面也都清乾淨 這個瓦斯爐我也打算要全部換掉 換成看是那種用電子的還是什麼 那跟他報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這個是有請這個 清潔公司來打掃 一般清潔公司來打掃 像 遇到像這種剛剛裝潢結束的 就會比較髒亂 可能會有一些 很多水泥灰啊 然後一些施工剩下的一些料啊 所以他們清潔這一種暗藏 通常報價比較高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 那我們找了一個 專門的清潔公司來清潔 我記得是一萬二啦 但是清潔還蠻乾淨的 就是 他連 冷氣也全部都把你 砂網全部拔下來清洗 外觀全部擦乾淨 就是讓你感覺就像 新家一樣 然後砂網也全部都洗過 但是 有一些東西我還是要換 現在那個冷氣我可能還是要換掉 因為我們說 要做自能居家 我想要找 看看有沒有冷氣 現在可以接 HomeKit 我上網查一下 可以用在HomeKit 本身的 冷氣機現在好像還很少 我想要找原廠 他本身就 支援HomeKit 那再來就是我剛講的 網路這邊是收不到 我現在這邊的網路 是從我們家那邊發射出來 對我們家在這邊 充分打開可以看得到 到我們家大概120公尺 所以呢 我們家呢 網路發射到這邊 然後這邊再一個接收器 我這邊等於就不用再拉 光纖了 那一年就要一萬了 十年就十萬了 我能夠搞定這個 我可以省十萬 對不對 這下次再跟大家交代 接下來是媽媽的房間 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這個 康乃馨 我幫媽媽準備了這個 康乃馨 媽媽現在正在隔壁 就是我的舊家那邊 等一下會帶他來看 上次來第一次的時候是 整個裡面都還沒有整理 雖然有一點 可惜啦 我本來是想說在5月 出母親節之前 把裡面全部 通通通好 所有東西弄到百分之百 連廁所都改建好了 然後再帶他進來 但是時間來不及 所以想說 還是讓他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等到完工 可能到6月 有點太久 那我對那個居家的佈置 是完全外行 因為過去家裡 就不是我在整理 不過像這種 房子啊 現在目前都空空的 剛進來 會覺得說 家具如果真的進來之後 其他地方要怎麼去佈置 可以讓他比較文型一點 在這邊有點想要徵求 有沒有一種職業叫居家佈置的這種 設計師 有這種嗎 我知道有設計師啊 如何把這裡面佈置的更精緻一點 譬如說這邊要放一朵花 那邊要放一幅畫 這個地方可能弄個 地毯 或怎麼樣鋪一塊什麼 我覺得我們需要這樣子的 厲害的人來指導我們 如果有的話可以 在下面 跟我們聯絡一下 我下面有電子郵件 也許我們可以來開箱這個職業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媽媽進來 看他給他一些驚喜 好不好 他不知道我有準備看還行 今天終於 把媽媽請上來 現在 這間 已經用到一半了 一半而已啊 本來想說 5月1號以前 可以全部弄好 但是 我最近比較沒用 對啊 帶你進來看一下 好不好 這間阿伯要大 請進 5 5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智能居家的東西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講說 我家裡呢 開始有一些東西都改成智能居家 那其中有一個是 插座類別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有一個延長線 它是可以做到智能居家 我手上這邊有兩款 菲米斯 淡化加Wi-Fi 智能延長線 那這兩款的型號分別是 FM W105 然後另外一個是 FM W103 03跟05的差別是 它可以快充 然後最高輸出呢 可以到 65瓦 這邊兩個 USB-C 然後這個是 USB-A 這兩個呢 可以讓你支援快充 它的 110伏特的孔 是三插孔 所以有三個 這裡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功能就是 因為你家裡的環境不一樣 你可以去 90度的 旋轉 然後去適應你家裡的環境 那麼這兩個有一個共同點 最棒的就是要跟大家講 它可以透過無線網路去控制 打到智能居家 飛米本身自己有自己的App 進來之後呢 打開它的App 那你點選 到你的智能居家裡面的產品之後 它可以跟你Wi-Fi環境連線 但是這邊要跟大家提醒 它可以用這個 2.4G的 Wi-Fi的無線網路連線 5G目前它暫時不能用 那2.4G呢 大部分家裡都有 是沒有問題 連線進來之後 你可以控制 每個插孔的 開關 譬如說你這個要打開 或者是這個要打開 這要關掉 這要關掉 這個好處就是你出門的時候呢 不用擔心家裡的家電 你東西忘記關 你用Wi-Fi的方式 直接就可以把它關掉 同時連下面的 USB-C 還有USB-A 都可以關掉 我這邊右邊有一個 小頁端 那我們這邊如果要把它關掉 這邊按一下 它就關掉了 所以非常方便 那這兩個呢 推薦大家怎麼去選擇 我會比較建議你如果有大量 需求 像手機充電 或一般的iPad充電 或不需要快充的 但是數量又多了 我會建議你買這種就好 尤其像家裡的 長輩 長輩大部分都不需要用到快充 他們用量不像我們這麼大 如果像我們的話 我們當然一定會用到 氮化加的快充 那今天跟他分享到這地方 有更多的應用 我會把用在我新家 到時候再補充給大家 可以看我後面的影片 好像在住賓館 怎麼住賓館 他們講的賓館就是 飯店 飯店 這個像民宿啦 因為現在都沒有民宿 我都沒住在這裡 可以做民宿嗎 我也有這樣想過 但是現在好像不合法 哈哈 現在這都中風了 東西還沒放棄 肚子也都把你用乾淨了 前幾天我那個 清潔公司都來打掃 上面的那個灰塵 全部都 掃乾淨了 但是 窗簾還不好啦 窗簾我已經定了 對我都直接幫媽媽挑了 不然他挑 他一直在問價格 我挑到100年後 他還沒挑好 但是你看 外面的風景很漂亮 現在起霧你看 林口就這樣 你看已經看不到外面了 各位 你們現在在雲端 這邊採光 非常好 我媽媽現在到現在住台中 他一直不上來 因為這邊還沒弄好 這邊小偷手給他弄得最舒服 他就會想上來 最重要的你的房間 你有想像過你的房間 大概長什麼樣子 哇 腦袋空白 來來我們大家去看 媽媽的房間 321 這是隱藏門啦 哇 街巷 街巷 這是那個 床啊 幫你弄 你的行李我剛已經幫你擺在這裡了 這個是 你的化妝台 然後 這邊窗簾也還沒弄好 快弄好了 然後重點是 這化妝台啦 裡面有收納 床頭也可以收納這樣子 你看到跨座櫃 坐在窗外面 你看看外面的風景 你看到哪裡 對啊 這裡 這裡就要翻過了 才說 方向運動 你怎麼沒翻過 你怎麼轉過來 媽 母親節 快樂 母親節還幾天 我最後一次送康乃欣 應該是國小的時候 就想說 利用母親節的時候 這一次都 他們幫我準備的 這裡有 99朵的 康乃欣 我把這個以前欠了 一次送99朵 以前只有小時候會送康乃欣 好啊大家母親節快樂啊 對啊 祝媽媽就是可以身體健康這樣子 我這個錢花這麼多 你要來住 他現在一直覺得說台中他已經開始 已經慢慢習慣一個人 他就不想上 老爸 你如果住了 你如果要一個人 也很安靜 你看 都沒想 聽不到馬路的 外面的車子 因為這裡19樓 窗戶打開 哇 空氣會比較好勒 喜不喜歡 喜歡這裡 他喜歡這裡 喜歡這裡的空氣 因為現在還沒有窗簾 媽媽這次上來會住個幾天 但是可能還是會先住隔壁 因為沒有窗簾 不然早上5點多天就亮了 今天帶媽媽來 看這個他的新家 那現在還沒有辦法正式入住 因為裡面很多東西有 欠缺的 可能還要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廁所啊 還有一些地方 牆壁上面可能有一些裝飾的東西 可能他在弄 我們家具也都還沒挑完 會帶媽媽 再去看一下家具 把這些東西 就定位這樣子 媽媽你有教育嗎 對 要想那麼久 你扮到台北堂 都幫你照顧 也是要 也是要起來 你不要再 三心惡意 他想很多 我跟你講 我爸以前還沒過世的時候 他就一直緊張 以後老了 不知道怎麼辦 以後老怎麼辦 而且他兒子要照顧他 他一直不要 你知道嗎 他說我在台中很好 在台中有朋友 我有教會 我要練瑜伽 我來台北 我沒有新朋友 熱熱熱熱熱 你今天怎麼變成狼狼 再說啦 再說啦 好啦 好啦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邊 反正我就是 會把這邊整理好 就是 就留給媽媽用啦 那媽媽 平常時如果 有來的話 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住在這邊 就更棒了 我可以就近照顧 如果媽媽 沒有來的時候 我可以稍微利用 這邊有時候可能 好 借你的地方 拍個影片啊 直播啊 我媽就說 花了錢 還要利用才可以 不能只有住 好啦 那今天我們到這個地方了 祝媽媽母親節快樂 生理健康 好 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再見 拜拜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見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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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多熟練 你在笑什麼 你是錄影 靠 你看我們抱得怎麼熟練 平常時就這樣抱 啊